当你收到短信或电邮通知你教育局未能成功转账津贴到你户口, 你必须在14日内进入学生津贴电子申请平台更改银行账户资料及上载银行户口证明文件。 登入后,简选状态难是需更正的学生, 而备注是更改银行账户资料及上载银行户口证明文件或相片。 请修改你本人的银行账户号码, 以及上载该户口清晰的证明文件, 例如,印有你英文姓名的银行月结单或传接。 你最多可以上载五个档案,总大细不多于20MB。 如你对银行资料有任何疑问,请向相关银行查询。 细月声明后,请再次检查更改的银行资料对不对, 你也会见到上载的证明文件名称, 资料没错的话就按字方便数码签除, 开启字方便使用指纹或面容辨识进行签除。 完成签除后,请按返回网上服务, 电子平台会显示确认通知书, 表示系统已经收到你所递交的更改资料。 按完成,主页就会显示该名学生的申请状态为以更正。 关于详细填写银行资料的例子, 你可以参考教育局网页《学生津贴电子申请家长指南》 里面的《如何填写银行账户号码》短片。 请不吝点赞助理讯会讯会订阅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助理讯会订阅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